如果机器人也分等级 那么类人机器人一定是最高级 因为它们不仅外观像人 还能像人一样正常活动 波兰一家公司在类人机器人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他们发布了一款独特的机械臂 拥有生物手臂一半左右的肌肉 每块肌肉都有特质的气动人工肌肉组成 在运动时 机械臂上的肌肉清晰可见 可以举起自身重量7倍的羊肉 这个机械臂自重1公斤 研究人员表示 它可以举起自身重7倍的物体 依靠液压系统提供力量 高峰式功耗200瓦 研究人员还为它配备了便携式电源和阀门 可以控制快速收缩 不过 这个机械臂和人类复杂的手臂相比还远远不够 相当于只有人类一半的肌肉 在手指弯曲时依旧不够灵活 腕关节也会受到影响 从而失去平衡 软件方面 机械臂的运动序列 也仅仅是通过简单的命令编程来实现的 虽然不足仍有许多 但它确实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随着技术的完善 未来或许会发挥更大的作用